因為修例而引發的一連串示威行動 全港市民都高度關注 連一項不想提政治的演藝圈 都陸續有藝人出來表明立場 有才女之稱的梁子山 8月15日發了一篇簽字文 支持這次的運動 由六四事件講到2019 獲得六萬多個讚好和兩萬多個轉發 多達170萬用戶看過 但是這篇那麼多人支持的文章 這晚居然突然消失了 在大家以為他是不是受到什麼威脅而刪文的時候 梁子山就澄清是被人舉報仇恨言論 而被Facebook刪除了 不過過了兩小時左右 這篇文就重見天日 Facebook 還向梁子山道歉 大家未看的就好快點去啦